为了交流经营书房的经验 普里蓝城书房举办2022书店不打烊讲座 邀请到水牛书店社长罗文嘉 到普里正分享他经营水牛书店的理念以及过程 先议员陈怡君表示 水牛书店以及蓝城书房经营理念以及条件相似 都是希望透过与地方土地连结 让孩子们与大自然能够连结 因此也感谢罗文嘉到普里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希望在互相交流之下 能够创造一个对孩子们成长更有帮助的空间 一个就是早期在新屋那边的一个非常大的田地 还有一个爸爸留下来的一个没有人住的农村 蓝城书房这里它是一个书店 然后有黑妈他们用一个国际的事业来经营的书店 但是同样的精神就是说 在乡下这个地方我们拥有的就是土地 然后我们有阳光 我们有非常广阔的这个草原 那孩子有机会可以接触土地 然后有机会可以了解整个工作的过程 那我想这个对他们的生命的成长来讲 是非常难得的一种经验 先议员业人创表示 透过座谈会将都市经营书店的理念 与地方来做交流与连结 也能促使地方对于文化能够更广面的来发展 而普利镇也有许多人 透过不一样的思维与方式来做文化方面的工作 也非常值得大家来了解 他愿意来到我们普利这样的一个小镇 来到小镇里面的一个小社区来做读书的一个分享会 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很少见 那我也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毕竟我们这种比较偏向的地方 需要有很多外界的新的思维 或是跟这边不一样的都会 跟乡下的一个连结的形态来展现出来 然后铺里有很多在地的非常有文化 然后有非常有程度 非常有不一样的人在这边存在 这也是整个社会进步迈动的一个表征 那大家也都可以多多来了解这样的不一样的方式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 蓝城书房多年来以不同的经营模式 让普利文化能够深耕发展 也期许蓝城书房未来也能持续为普利文化底蕴 增加更多能力 让普利能够成为一个文化丰厚的小镇 记者陈伟一普利采访报道 字幕提供福主张宝贼